先对你所在位置附近的这个安全出口加以了解 看一看大体上安全出口在哪个位置 因为所有的消防安全出口都是有它专门的标识 比如说这个像我们这个安全出口 这个安全出口我们门的正上方 就是我们的安全出口标识 它呢是24小时通电的 消防专员介绍 原则上大型超市和商场里 疏散只是标识 不安装在上方是有原因的 因为一旦起火的时候 有毒的烟气向上走 这时如果只是标识悬挂在上面 就会被烟遮挡视线 不利于人员逃生 而且只是标识是消防用电 不会断电 有可能呢 在你熟悉的通道的位置附近 可能就是有比较大的火勤 火势或者是烟气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放弃 我们所来的那条路 我们就要选择其他的逃生路线 无论去到哪一个不熟悉的场所 室内场所的时候 我们都要去首先做的一件事 就是寻找我们所在位置附近的 至少两个以上的安全通道 和疏散出口 此外大型商场超市 每年都会有消防培训和演练 一旦发生火情 商场超市的工作人员 也会在第一时间 对客人进行疏散 先稳住顾客 然后走那个楼梯 这样不要坐电梯 你知道就是你所在这一层 都哪个部位有安全出口吗 安全出口 安全出口有 跟那拐过去有 那个停车场旁边那有 然后那边也有 那个EVS旁边那边也有 商场有培训 有培训说每个地方在哪 在哪就是出口 然后那个组织了早晨 有那个消防演习 在我们这种大型综合体内呢 一旦要是说 发生了火灾事故的话 那么起火部位 临近的部位 它的像这个样子的卷帘门 它就会第一时间降落下来 当然不会是所有商场 商场所有的部位的 卷帘门都会下来 只是说我们起火 这个所在的防火分区 以及它临近的防火分区 这些区域的 消防卷帘门会下来 那么如果我们在商场内部 一旦遭遇火灾事故的时候 发现有卷帘门降落的时候 我们那个大家千万不要惊慌 那么消防的卷帘门呢 是用在起火这个部位 风格火灾和烟气的 这么一个消防的风格构建 一 发生火灾后 首先要保持冷静 只有保持冷静 才有助于我们判断火势 正确寻找疏散方向 二 在大型综合体内 一旦遇到火灾 我们切记千万不要乘坐电梯 不论是扶梯还是直梯 我们都不能乘坐 我们不要朝着有火光的地方去疏散 不要朝烟气浓重的方向去疏散 三 还有一点很重要 我们不要盲目地跟随其他人去疏散 因为很多人习惯性 从进入商场或者超市的方向疏散 这样就很有可能出现在同一个疏散出口 聚集很多人的情况 不利于逃生 因此我们应该利用掌握的逃生常识 从就近的安全出口疏散 感谢观看